你弄了个发带 不是啊 宝宝 我觉得你顺毛多可爱啊 有意儿要把头发夹得炸炸的 你没夹你夹炸 展示跟每天大家不一样 差不多呀 今天是发带男孩呢 为什么 我这样一挂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的尿要哼出来 我去尿喝尿嘛 要哼 好吗 谢谢西涵 晚上好 晚上好 西的发抖 他们这有讲漏你知道吧 讲漏 我和陈瑞都有伤 陈瑞这脸伤被我打伤了 陈瑞把手给我打伤了 看到还 看到红的那一块面 就是内伤 就是内伤 就是这一口暗就很疼 我把脸给他打伤了 就给他打伤了 他把手给我打伤了 我把这儿也给他打伤了 谁也别心疼谁 姐妹们 谁也别心疼谁 都有伤 为啥大家 王胜峰可能讲他也是讲的 不太明白 我把事无巨细从前到尾 谁的错 谁发生了什么 谁说了什么话 完完整整地给你们讲 奇怪的友谊 也不是奇怪的友谊 也不是第二天打完第二天就和好了 我慢慢跟你们讲 一开始我们在那儿打麻将 然后 陈瑞喝醉了 他非要过来吗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钥匙 好像是 然后陈瑞就过来 过来就躺在那儿睡了 然后我们打麻将之前 就说打完了 赢家请客 去吃海底捞 然后我们打 打完了之后 然后陈瑞就睡着了 我们就把陈瑞叫醒 我们说走吧走吧走吧 吃海底捞 吃海底捞 然后不行了 不行了 这么吃了 然后你知道平时 大家说话都是这样 就比如说 我走把王胜峰逛街 王胜峰 哎呀不去 我说不去又不去 那你自己在家吧 就是这个语气的说话 你知道吧 然后陈瑞就说 我就说 哎呀那你不吃 你自己回家 陈瑞就 有拼吧 一甩 甩一下就走了 甩一下就走了 然后我就心里也知道 可能喝了酒 他没办法领会你 这句话是开玩笑 我自己也知道 我觉得他没办法领会 你这句话是开玩笑 他可能把这句话 就无限放大了 就觉得 啊我喝了酒过来 你还让我一个人回去 就对对对 喝醉了 无限放大了 这句话就无限放大了 然后我就说 有病吧 对我发火 然后我下楼了 我就看他难受成那样 然后我们那个朋友 赢钱了嘛 我那个朋友就说 走吧走吧那是海底捞了 我送你上了 陈瑞都这个样子啊 咱吃啊 我们还是回家吧 我们都住一块 好就上车了 就说完这句话就上车了 我也没有让他单独回家 我也没有说你赶紧走 我们要去吃海底捞了 我就说陈瑞都喝成这样了 我们还是走吧 改天你欠我们一顿 我就这样说了 我们就走了 上车了 好 他又睡着了 我就跟王胜峰聊天 就各种聊 一开始在那聊一起 然后后面又聊到喝酒 王胜峰主动起来 哎呀我现在都觉得喝酒没意思 然后我就说 我天我也是 我说我以前在成都的时候 还可爱喝 跟李嘉华住一块之后 在厦门就更不爱喝了 再加上我现在胃疼腰疼 天呐你知道我多久喝 很久没喝 这没意思 要现在谁过生日的话 还能喝 平时的话就不想喝 真的一下就行 没意思 我就是没意思 就只要很大声地 在车上冲我后 对啊我就是没意思 怎么了 我就是出去玩了 我就懵逼了 我就发火了 很大声你知道吧 我就发火了 我说王胜峰坐在中间 陈律坐在那边 我坐在这边 我说你有病吧 我说从头到尾 谁提到你了 还是咋回事啊 我就骂了 我说你有病了 然后陈律说 陈律就知道 确实可能反应过来 我没提到他 然后陈律就说 那你前面让我自己回家 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开玩笑 但后面我现在 不都跟你一起回家了吗 我说你生什么气啊 我就是生那句话的气 不可以吗 他就是这么大声 我又发火一气 他发动 我说我知道 你生那句话的气 我不就都一起回来了吗 就算那句话 我说错了 我一起回来了吗 在车上我又没有提到你 只字片语都没提到过你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车上 跟着他就各种脏话脸 先就吵那个师傅说 别吵了别吵了 然后就没有吵了 然后一下就到了 到了下车了 陈律就飘飘然 我告诉你 我没有喝醉赖家新 我一下车楼 我一气的发抖 你知道吗 我也极力的克制我自己 然后我说你想怎么样 你喝了一个麻 我说你喝了一个猫尿 你就别对我撒泼 我说你喝醉了 不要对我撒泼 我说我忍不了 我没有喝醉 我再说一遍 然后我就推他 我说你再说你没有喝醉 然后他就推我回来 他说你再说一遍 天哪 就实在忍不了 两个人一下掐着 就开始打起来了 然后王胜峰就在那拉他 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开始拉我 然后打完了之后 我就说 我再警告你一遍 不要对我撒泼喝醉了 他又追着我 赖家新 我没有喝醉 我一上手 我就扯住他的衣服 就把衣服给他扯成两半 直接把T恤给他扯成两半 我就发我 就把T恤给他扯成两半 成余的衣服质量 确实是有点差 有点差 很好 力气可笑的 我直接把衣服给他扯成两半 我直接把衣服给他扯成两半 然后两个人就扯了扯 很多人问姐夫为什么不来 就我在睡觉 就我在家睡觉 我前两天不是亚特吗 吃了药就喝了就在家睡觉 睡着了 对 然后我是第二天醒来 我先看到了一个 前对给我打电话 没接嘛 然后小新跟我说了这件事以后 我第一遍就是检查他没受伤 后面发现他没受伤 我就觉得他还没受伤 我一定内伤 是内伤 暗一大肚子 但我讲 两个受伤 我讲究实在的 我站的话 我一定是会把他们拦住 一定会把他们拦住 但是成余今天天来我家的时候 所以你打我老婆 然后就垂在他一圈 别看我 你老婆这要想 因为没有人打得过他 也 真的打起来 成余真的应该是打得过的 还是因为成余比较不错 比较抗 比较抗揍 对 成余是抗揍的 老婆才有90多斤 但可能大家都有分寸 我也没认真打 他也没认真打 要认真打 都上交了 没有上交 就大家就互相拉扯了 然后最后实在是 没忍住了 我就撤住他的衣服 我说 我尖 一撕给他撕了两半 我说 别撕我了 但成余是属于那个性格 性格很好的 那种人性 就他不记仇 你知道吗 打不放 就是他们这群人都是这样的 没有 我回家了之后 我还在想 我在想 如果他第二天不给我道歉 因为这件事情确实他喝醉了 在那发疯给我 我就在 回家我就在想 如果这件事情他不给我道歉的话 对啊 我直接就取消票了 我就第二天我就在想 我第二天起床的美国道歉 我就直接取消票 我把票取消 我就不知道他生的了 结果第二天起床 他给我发了个消息 星 我昨天喝多了 我也没有说 没事没事 我也没有说 给我道歉就好 我就说 快来吧 阿姨做了饭 你们俩赶紧过来 热热吃吃 对啊 然后他们就喝了好 然后他也过来了 你们的版本一样 对 但是我讲的比较详细 就中途说了什么话 版本是一样的 大家没点光 就有点光 就去给我今天的视频 点赞吧 谢谢大家要求求你 就是没有去记仇 你知道吧 就是他第二天过去 但你必须给我承认 你是喝多了 对我撒泼 你要是还可以承认 你喝多了 在那封烟封 我就会生气 但是我们怎么说 就是我们的缺 因为那个寒舟的票 还是被取消了 就是带进 不知道还能不能去寒舟 还是想去的 还是想去的 我毕业了吗 我有一点毕业 小心不可以进来 我当时回家了 我还在想 他肯定没有清醒 我当时就 应该删他一巴掌 把他删清醒 我当时回家 我就坐在家里 我心里在想 他肯定还没有酒醒 我当时就应该删他一巴掌 把他删醒 我就觉得自己刚刚没发挥好 见面 我回家坐在家里 觉得自己没发挥好 但张安心他们就跑得特别快 他们终于就走了 他们终于就走了 立刻跑了 今天开始 晚上空间就走不掉了 他也会这样 对 大家没没没 没加灯牌的 家家门灯牌 没关注的 关注一下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子 也很好 你知道吧 就是生气了 你就直接发现出来 觉得这是好 有些人可能就是怕 吵架以后就散感情 谢谢关注 谢谢大家关注 你说啊 这么久没见到 大家都没有话 人家说 你要有话 那就交给你了 说别cue我 我真在心 我在车上的时候 才气得发抖 你知道吧 就本来也没有打算 让他一个人 过来喝醉了 你说谁 谁怎么可能 你喝醉了 过来找我们 你一个人会去 帮我吃海点 也没有谁会这样 看到喝醉了 我就说一起回 跟王清风 跟着聊天 我说 哎呀 确实现在喝酒 胃难受 没意思 没意思 对啊 我就是没意思 怎么了 我问你怎么了 真的好无语啊 我当时在车上气得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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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 那件事 主要是因为我那天 我老婆那天赢了 钱也赢很少 是吗 她是赢多了 她心情很好 也是没有 这个价格是大不起二 还是没有 主要还是跟钱有关 你把我想的是跟那个钱有关 真的是不是 我已经几千一万 那天那个火也要烦 小鑫是对闺蜜是吗 小鑫是对闺蜜是吗 我没有对身边的闺蜜 闺蜜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从我第二天还给小鑫发消息 我说王胜峰 你知道的 我从来没有对身边的人 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就等等等等 说了一大堆 然后我说第二天 她必须给我道歉 我这样给王胜峰发过去 然后回来 我说哎呀她喝多了 上一次吵架 还是因为 就是你没有真的惹到我 我是真的不可能发火 上上一次吵架 俞平们抓着我的头发 我都动都没动 也没有骂俞平们 妈都没骂她一句 她就爆瓜了呀 等一下她没问说 你什么时候被俞平们吵架 上一次吵架 谁跟杰森 上一次俞平们犯件 俞平们给我道歉 我不夹她 我老婆真的脾气很大 俞平们犯完件 之后给我夹我 俞平们更不好笑 我跟俞平们吵架 俞平们抓住我的头发 抓住我的头发 然后我把它拉黑了 我抓完了 我就把它拉黑了 因为我就不想理她 就是没有触及到我太生气 我一般不会对身边的朋友 发大火那些 你说我要是发大火 我上去踹俞平们一脚 但我又不可能打女孩 然后俞平们抓我 我把他伤害俞平们 第一天家伙我我没通过 第二天家伙我没通过 第三天他问李超 那个时候在北京 他问李超 他说小心今天什么状态啊 他肯定想的是我很难过 你知道吧 为了俞平们一天在家里 不吃不喝很难过 李超说 没有啊 他在家里拿人杀 很开心 一分就发火了 一分就夹我给我打字 就夹我那个背主相信 就说 还没生气 够啊 真是醉了 我在楼下气得发火 你在楼上笑 然后就打字 打字叫骂我 而且我跟你们说 就是小心真的 有时候真的让人通过不通 我记得以前我们异地的时候 有一次我惹他生气了 他说我伤了嘛 然后我夹了两次 他都不通过 我就想说那他又他生气了 那我明天再夹吧 过了一会 过两个三个小时 两个三个小时 他通过以后 他就开始骂我 他说 就夹这么一下子 他说怎么我后面 为什么都不在家 他就变更生气了 就让阿兴 有时候思想着这样的 无法理解 你评论很搞笑